大家好,这是报道全世界,我是邓慧文 今天要来跟大家报一个好康的消息 2020年9月5日,其实已经开始了 9月5日到10月3日就是我们中秋节的假期 是我们第十回已经办十年的台湾月琴民谣记 我刚才说这个要用台译念 台湾月琴民谣誓 中秋就是说,每年都是中秋 所以就要介绍这些人,我们今天一定要请到这个大师 就是我们的陈明璋老师 你好 郑医师你好 老师你好,老师是要称呼的阿中塞 阿中塞,大家都知道你的音乐和民谣 最早,我刚才听到,其实你从高中开始就在生音乐了 国中二年 哦,国中不是高中喔 国中二年 那是怎样开始的 因为我们在那儿要哭哭台课 所以他把他的交接给我 哦,要好好认识不能再生音乐 他就成功高中二年了 他三年要哭台课 他就把那支金就交好了 那支金是安拉谷丁吉他,那支金是很贵的 古典吉他 我开始,我有幸福,我就开始欧白人摸了 那不就要去胸口 没有,都完全自己学 自己去摸,看我的同学 跟他们同学怎样做 啊,国中才去学校参加吉他社 哦,所以其实你去吉他社进行 你就已经梦了 就已经梦了,我已经梦了 所以这应该也是天分跟别人不同嘛 不知道啊 我当也是一支吉他,放在那儿很久啊 也忙不睡什么 我反正就是 说起来就是 突然比较够了 啊,你去客气啦 但是,说起来说 你一段在北岛,对吗 小时的时候 所以北岛那儿的文化 你看到的那种情形是不是 有给你一个音乐的启蒙 有啦,不只是他们的 北岛的北岛了 北岛的厄员 北岛是台湾 的呀 北岛里台的文化地� Heritage 北岛有很多人叫老 sailed это möglich 所以我够去北岛讲那儿的真的 你会听到世界各国的音乐 所以那就是你的青春的时代 你看到的很少的 繁華的北斗 那你這樣走就聽到那些音樂 那都是若卡錫 若卡錫是怎樣 哪一種的風格 若卡錫 其實就是走唱樂團 其實若卡錫是怎樣來的 若卡錫應該說是 當初一叫我訪年代的 蝴鳥寡卷團 那些三農人在台灣 全台灣 其實怎麼沒有電視 他們叫 跟芥士的冤賞 蝴鳥寡卷團 台灣很紅 慢慢地 電視台開始了 所以就沒下去了 沒下去了 一些從早上八十多年來開始 剛好有什麼來做 因為剛好日本跟美國來找我們台灣做台港 台港的時候一些老闆就比較有錢了 要招待日本人家 要招待美國人家 他們都會來八十 所以那時候如果要去那裡找 若卡錫的聖翁樂師 樂團 那是算是很高 金管的消費 我認為那是算很貴的事情 對對對 那時候幾百塊 我怎麼花去那裡 一小時那時候幾六百塊 但現在說起來 超萬 沒有啦 幾千 那也是沒收 沒收 所以那時候你有想說 你要學會嗎 沒有 我那時候就高中比亞 高中比亞的時候 我高三的時候開始重新一年一 我給你那時候 沒有人家 我來做人家 但是你一定有 有介意 因為很好談 你真的是為了好談就好 對對對 因為 你如果說你高中比亞 台港沒調 你就是去做Sales 那時候很有實用的 對 主要是這樣 但是一定也是要 有剛才那個 我們說有感覺的人 在想要做一堂 不然 主要是那時候 高中比亞的時候 剛才民歌運動開始 那時候剛才民歌運動 李雙哲營開始跟楊祖君 不得了 還給李雷翔 有橄欖樹 那時候 還給民歌 橄欖樹之後 包美聲音 不過那一段時間 是 所以那時候 強調是寫自己的歌 寫自己的歌 那時候才開始學什麼東西 哦 從你本來學技台的時候 應該對我們說樂力 樂力應該有一點 都沒有 要開始寫歌的時候 再開始 哇 真的真的是不簡單 老師 替我的時候 是那時候 本來開始寫 寫民歌 前來年是在替我的時候 聽到 旦旦旦的東西 他的語言很好 所以才開始學完我們台灣有這麼強的東西 才開始去買一個月經來亂動 你都是用亂動 開始買一個月經來亂動 因為 才開始說 我要寫什麼 才開始學台語言力做一個風格 你最初做的風格 是有受到那個 北到的 那時的風格的英語嗎 沒有 沒有 像 那時候是想 李太像英雄 喔 你是想 李太像英雄 要轉回來尋根的意思 轉回來圖土 你開始學楊山榮的很強化 做 和 作為台語言的很強化 做洪詠的很強化 哦 是 然後開始連同音 和聲官和 那些東西 對 老師 因為今天難得請你來對不對 其实你说这什么风格 李太祥风格什么 大家其实都没中 想到想听到你 大一点的音乐 我刚才看到 我刚才有听到 我刚才有听到 那开始是不跟基 那是条旋 定旋不跟 我们听到启蒙老师的 令人怀念的那开始风格 刚才老师在开讲 把头巾整路径都用不开 他们都不开了 不然现在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现在观光会越来越好 现在他们都在重建 北老人新墳店也多久 老师跟你现在讲到你现在端子 好像也很嗨 好像在啄唱 107秒+,5 5389 1193 1194 1195 3196 1195 1195 1195 1196 2196 1196 2196 2202 2211195 1196 8196 1196 3196 2201196 1196 2196 1197 天有意境 夫妻有参 担分地的土区 啊啊啊啊 祖阮昔的人 你饮好吃啊 绝症 凉凉凉嘴你去 你担啊路担啊路来 老子上心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担拥被写烟 无 你轻生旧天 三世丁更 含大情 看我地的地味 Zither Harp 啊啊啊啊 收忌当时 人生人世 你轻生旅游战 怪罗过一面 你轻生旅游战 担担由来 叫着你命令 Zither Harp ah 这是古赫正南 那时候影响很大 日本第一咖的奥运 日本奥运的歌是谁 古赫正南 有这条文章艾遇 还有葡萄牙纯 那时候很日本味的 那时候我们刚刚 日本歌的演歌 我们是美国的 欧欧中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 那时候很特殊的历史 虽然说是日本的背景 但是其实来到台湾 我们配到我们的时期 这些感觉 那时候我记得最多的是 一年一个环套纪行表的 礼物瓜改做台语 是是 那个时代 所以老师 那时候你觉得 这其实算是 也是一种台湾的风格 还是你买来做的 这边 平静前的 又比较本土 你看看 那所谓的台湾风格 还是说台湾音乐 要怎么才算是台湾音乐 台湾音乐 很多啊 你说这是 古赫正南的东西 台湾音乐 你有台湾的东西 帮人乐 幻灵人乐 有台湾音乐 帮人乐 的乱富 的乱富 对 乱富 的乱富 对 又得到 很多 五斤华 磕 小 那段日子很精彩 六十年的時間 到現在已經七十多年了 第一首第一歌到現在 這段日子很精彩 現在歌都很好聽 那時候台語比較溫暖 都是詩 音樂其實都像詩詩 音樂都像詩詩 所以請問你讓你感動 很溫暖 一句話就可以把你心打電檔 所以老師那段時間對你來說 我還看到你的眼睛好像光彩 但是那時候其實你是很年輕 那段時間 我那時候差不多都是高中高中 是很年輕的 我都看戲劣 聽雅琪幫演歌 所以那時候你的人生 其實還沒 說實在應該還沒真的經驗到 台語就是演歌 概念的內容 對 比如說愛情 亂情 室亂 室亂 室亦 這些都還沒 但是那時候那個音樂都可以跟人家 很大動力 我們早上很豐富 大家可以想像到那時候 那種環境的影響 我其實剛才聽到老師在 我剛才覺得最好 今天這集都不用再說話 一直聽下去 哇塞 很好 我跟大家稍微回味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來聽到多少 那是